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忻妹妹 這部影片今天影片呢是要跟一個 很紅的香港明星見面 我可能早就起床打扮了 因為他知名度很高 他叫做何韻詩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我身邊超過40歲的朋友 他們聽到我要跟何韻詩見面 直接嚇到尾 他們說何韻詩很紅 是香港的巨星 可是因為2014年他參加了香港的社會運動 他在中國呢就是直接被封殺 這種藝人很有個性我很欣賞 然後我看新聞報導 他昨天就來台灣了 重點是 他那個新聞底下的留言有夠可怕 台灣已經夠亂了,別再來亂 別弄髒了台灣報導 快滾回香港 諸如此類很多留言 嘖嘖嘖 你就算不支持香港的東西 那你起碼也知道現在香港整個社會很低落吧 多釋出一點善意台灣人 不要再沒家教了 你們看我今天打扮 我今天走這種風格了 還可以嗎 OK 我要出門跟他見面了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漂亮了 謝謝 現在是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坐在床上聊嗎 會不會太曖昧啊 沒錯,我不喜歡女生 OK 好啦,我們歡迎接著 香港巨星何韻詩 你現在在旁邊 你現在在旁邊其實很強耶 有嗎?很好啊 你的眼線很重要我發現 最近因為那個香港反送中的事情 就是鬧得沸沸揚揚 台灣也有在關注 可是重點是 你們是身在其境的人 我們是透過媒體來知道 跟香港人比起來 我們得到的資訊沒有你們那麼多 所以你們現在香港到底挖給噴 還好嗎 從六月初開始到現在其實快一百天 我的感覺是年輕人還是意志非常的高啊 昨天你就來台灣了嘛 然後你昨天就有收到媒體的訪問 然後我就看了媒體訪問的那個底下的留言 非常多人在攻擊你 對啊,因為我看到那個留言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可是重點是我平常看到名人被罵 那我很開心 我就覺得終於有明星被罵了 可是你被罵我開心不起來 因為我已經不是娛樂圈的人 我已經不是意願了 我已經不是意願了 最近我有發一個影片就是 我有在講那個中國跟中共的分別 我覺得非常多人會把中國跟中共合在一起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中共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罵的時候會把主詞變成中國 譬如說中國不好 中國是侵犯人權的地方 可是其實不是中國 是中共他們的行為 就像在台灣 民進黨跟國民黨都不能代表台灣 不管現在哪個黨執政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分清楚說 如果你要罵中國的話 請把主詞變成中共 那我是講對了 你講對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 就是蔡英文現在也是講中國 我絕對認同 因為我都會講 communist communist government 不是China 我絕對認同 我自己也有很多中國大陸的粉絲 他們其實會偷偷思緒我 說 其實我們還是支持你的 但畢竟你要他們說出來 他們也很危險 所以那個我是絕對理解的 其實呢 你每次辦演唱會 你的票都是秒殺 就你明明是一個可以做巨星的人 可是你就要因為自己的立場 阻斷了自己的演藝生涯 就是現在在中國沒有辦法發展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說中國大陸有你的粉絲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去他們的國家演出 這樣很可憐耶 就是 你懂那種感覺嗎 我懂我懂 但就 其實真的沒辦法 因為有一些人就說 你什麼時候再來大陸開演唱會 我就會很無奈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決定 我現在其實已經被黑名單了五年 那個影響就是說 所有的品牌 甚至所有的藝人 都會遠離我 蛤 我真的最近已經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有一個朋友開演唱會 他們就會有很多擔心 你會半夜偷偷哭啊 哭都哭過了 哎呦 因為我就覺得其實那個可悲的地方 不是他們怎麼對我 而是他們那麼害怕 就是跟你拍個照 都要想來想去 然後拍完就會偷偷跟你說 我要發出來 就覺得是這樣 所以你很勇敢 你更勇敢 你真的很勇敢 可是重點是 你這樣賺出來損失很多錢耶 那些錢可以去買房子耶 但他們也損失了自由啊 也是啦 就比方說之前有個藝人 他就like了我的照片 結果他們就被一些大陸的網民去攻擊 說你like他的照片 等於說你就是剛圖了 不睡準啦 不睡準啦 你也是蠻適合走娛樂線的耶 是嗎 對 我有預感說我這支影片一定會被很多人攻擊 那肯定了 那既然都會被攻擊了 我就講更敏感的話題囉 因為那個催淚瓦斯 現在已經變成香港人的日常 蛤 真的 被催淚瓦斯燻到到底是什麼感覺啊 如果你在真的非常濃的那個狀況 其實呼吸也會有困難 參加遊行的不是只有年輕人啊 有一些也是老年人啊 可是重點是如果那個老年人吸到 危險性絕對比年輕人還要高耶 絕對 簡單說就是我們香港已經變成一個 幾乎是個軍政府 就是警察有全部的權力把任何的人抓起來 打啊 他們跑到地鐵裡面去打人啊 上公車隨便去抓一些人 去查他們的身份啊 查他們的袋子 完全就是活在透明的監獄裡 哪個人咧 注意 我很好奇的一點就是 為什麼很多香港人一直叫台灣人要關注香港這件事情 香港人在擔心什麼 明年大選嘛 你們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次 你怎麼看 我有發了一些台灣高知識分子的社群媒體 他們都講說 2020年很有可能是台灣最後一次的真選舉 就未來一定還會有選舉 可能這一次是最真的 那台灣人現在會很擔心這件事情嗎 台灣人喔 以我年輕人來講還是所有台灣人 年輕人 可能都在拍抖音吧 你知道抖音嗎 不知道 你知道台灣的那個名產嗎 Koreafish Koreafish 你是不是Koreafish的粉絲 我當然不是 我怎麼可能是 那就好 那就好 可以做近一點了 OK Yeah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人近期來可以做最大的改變就是 2020年 如果滿20歲有投票權的人就出去投票 一定要 我今天謝謝那個 奧斯路自由論壇的邀請才可以見到你 最後面 你要宣傳什麼 給你宣傳一下 9月29號 在台灣 台灣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撐港犯集權台灣人支持香港人的一個遊行 你在哪裡 立法院旁 台灣立法院旁邊下午3點 有遊行喔 有遊行喔 接謝何明師來就是跟我聊天 OK 明天喜歡關照片 明天喜歡不喜歡影片就滾開